篮球界永远的小飞侠科比布莱恩 星期一出征他退役前的最后一场客场球赛 尽管如此小飞侠手感冰冷 全场除了第一节投进13分外就再也没有进账 让这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球赛天上些许遗憾 为了向小飞侠致敬 主场的俄克拉河马雷霆开打前还播放特制短片 纪念这位一代球员 虽然前辈地位超然 又是重要的一天 但是雷霆依然毫不手软 全场狂轰烂炸 此近军团体无完肤 最终只能以79比112俯首称臣 相比布莱恩全场只是投进13分 雷霆主将杜兰特轰进34分 威斯布鲁克更拿下职业生涯的第37次大三元 胡仁将在明天主场迎战 由他绝世 这将是布莱恩告别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